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行政院长连战也上前握手致意慰问总统的辛劳 总统夫人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e so important to the PRC and the PRC cannot afford to have a retreat on this relation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你通过画面看到李德辉总统 已经回到国内举行召唤集结会 总统好 是的 总统在所有人员的陪同之下 即将举行中外记者会 非同总统的人员 有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 以及副秘书长戴瑞明 国安会秘书长丁茂石 新闻局长胡志强 另外康达的在台湾的校友会会长陈宝基 以及这次的外交部 我认为非常感动 但是很可惜 是 这次的访问 可以说是四年的访问 也是可以说是非政治的访问 本人追持的访问 多少没有什么特别的药妙的事情 以总统方面之后 日本方面很关心 我希望日美化 自由时报 说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謝謝 國觀眾 總統 在將近半個多小時的中外記者會之後 現在一一的現場的中外媒體記者們握手感謝 現在總統以及總統夫人已經佈出了機場大門 在所有隨行人員的陪同之下 總統要稍作休息 而今天的這個中外記者會原本是要進行將近一個小時的 但是為了體恤總統的辛勞 所以今天的這個記者會在總統府的秘書長吳伯雄的說明之下 只有縮短到將近只有半個小時 現在總統先生在吳伯雄秘書長以及其他隨行人員的陪同之下